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7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中国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中国流行病专家称 中国的多个政府团队正在研究 如何改进中国的抗疫政策 因为清零政策的经济压力正在加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说 研究人员肯定能够在近期推出新的战略 同时指出他们正在积极思考和规划 这番话疑似是在向社会吹风 释放政策松动的信号 吴尊友在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研究院 本周举办的一个论坛上说 改进的控制措施将不同于 目前的动态清零政策 但是中国也不太可能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 简单的取消所有的限制 他说对中国政策的任何改变 都将把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放在首位 但同时也需要使中国能够更好的 与国际社会接轨 保证正常的国际交往和经济发展 经济学家警告 长期与西方国家在病毒控制策略上的分歧 可能使中国在社会和经济上处于不利的地位 而最近的奥米克戎反扑 加剧了人们对清零方法成本的担忧 吴尊友说 中国有一些私营公司和个体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目前的措施持续时间越长 他们的生计就越危险 但是中国不太可能完全的效仿欧洲和美国 因为他说按照西方的方法 一开始会有很多人被感染 许多人将会死亡 而这个结果对普通中国人和中国官员来说 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在周六批准了辉瑞公司的新冠口服药片的紧急使用 这被一些人认为是国家新冠战略的一个转折点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的新冠限制措施正显示出放松的迹象 因为他不再采取严格的零容忍做法 并且给予地方当局更多的灵活性 分析师认为 中国可能在三月的两会之后 调整新冠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放松 调整将会是渐进的 但是预计将会有助于稳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以外的增长 中国民航总局在一月初发布的最新五年计划中说 他的业务重点将是在2023年和2025年之间 恢复国际航空旅行 吴尊友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 所有的部门都在朝着正常化的方向发展 但是吴尊友同时强调 他对新冠在今年结束不是很乐观 预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将会比过去两年小 此外吴尊友称 奥米克戎不是最后一个新冠病毒的变异株 他预言在2022年的4月和8月之间的某个时间 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异病毒 并且成为全世界的主导病毒 他说从病毒的变异来看 病毒发生了几次大的变异 这个大的变异主要对它的传播力 致病性都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把这几个主要的变异毒株给他分析一下 平均每4到8个月会出现一个重要的变异毒株 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 他认为在今年的4月到8月份之间 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变异病毒 另外从流行病学角度来说 目前他也不认为现在就是全球最后一波疫情 在中国大陆已经将新冠疫情基本控制住的情况下 香港却出现了疫情的失控 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屡创新高 昨天甚至破万 香港主要媒体昨天在头版刊登了习近平的讲话 他要求香港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保护居民的生命和健康 并且维持社会稳定 他还派出了负责监督香港事务的最高国家领导人韩正 向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传达他对疫情的担忧 以及习近平对香港居民的关心 一般来说 当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公开讲话时 党的宣传机器就会启动 习近平的讲话将会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黄金时段 以及各大媒体的头版 但是这一次很不寻常 大陆媒体基本上没有提及这一消息 官媒 人民日报 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都没有提及 观察人士分析 这是因为它是为香港观众而准备的 北京不想在大陆社会中激起更多 关于香港这座城市的辩论 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说 习近平这条信息的主要受众是香港人和香港政府 很明显他对疫情感到担忧 对政府感到不满 但是这不是北京希望内地公众看到的消息 因为这可能会对香港城市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这一分析也得到了一名驻香港的大陆官员的肯定 这位匿名官员表示大陆媒体故意隐瞒此事 是为了避免公众对香港的强烈反感 大陆官方媒体对香港疫情的报道也很少 中央电视台每晚的新闻联播 关于全国疫情的更新中甚至没有提到香港 相信很多国内的市民现在甚至不知道 香港现在的疫情爆发 新闻联播最近一次提到香港的疫情是在上周六 一条关于广东努力向香港供应蔬菜的新闻 新闻中只是说疫情正在恶化 甚至没有像其他城市一样通报新增病例数 分析是表示大陆对香港疫情的通报 相当的有限和谨慎 北京似乎还不想对香港疫情的爆发下结论 习近平的讲话主要目的是动员香港 而这不是为了在大陆进行宣传 那么香港现在的疫情到底怎么样了 香港到底是哪一步走错 导致一人感染变成上万人感染呢 香港疫情的失控可以追溯到1月中旬 源头是一名返回香港的旅客在酒店隔离期间被感染 随后导致数百名奎冲居民被感染 虽然奎冲三个住宅区被空前的封锁了7天 但是无法追踪的病例继续在社区中不断的出现 2月初在春节后不久 每日感染人数呈现指数增长 上周三突破了1000人的门槛 过去一周连续创下历史新高 周三达到确诊4285人 初步确诊7000人 一位熟悉政府计划的消息人士说 香港疫情的传播速度比官员们预期的要快 因此令政府措手不及 医院不堪重负 并且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没有及时的更新方案 另外香港老年人的疫苗接种率较低 也是一个问题 目前只有约50%的老年人接种了疫苗 香港的老年人普遍对疫苗感到不信任 而这一波疫情恰逢农历新年 新年过后通常是企业提高利润的时期 如果实施更加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 政府将面临来自各行各业的反对 香港的集中隔离场所已经爆棚 根据最新的香港数据 估计仍然有一万一千名感染者 在自己家中等待被送入医院或是隔离区 香港一开始像大陆一样 采取一查出阳性就去隔离的措施 导致轻症患者占领了床位 而真正重症患者无法就医的情况 直到本周二 民怨四起之后 香港政府才发布了新的指导方针 指示轻症患者居家隔离 暂时不用就医 而面对已经失控的疫情 林郑月娥向大陆请求支援 消息人士透露 香港政府将与中国大陆一起合作 建造一座大型方舱医院 中国大陆的一个顶级流行病学专家团队 也于今天抵达香港 立即开始检查抗疫安排 并且向当地政府提供建议 为了争取时间 这个专家团队比原计划提前一天进入香港 团队由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康敏率领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欢迎大陆团队 并且感谢国家主席习近平对香港的重视 他说我们一定会谨遵主席的指示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一切资源 不被其他任何事情分心 并且他还补充说 香港正在考虑在有能力的时候 向全市范围内进行全民检测 当被问及是否会像大陆部分城市一样 实施宵禁或是全面封锁时 林郑月娥表示 内地专家一致认为这种方法可能不适合香港的疫情情况 由于病例的空前激增 香港现在被迫放宽患者的出院标准 以减轻医疗系统的压力 如果患者在确诊后7天出现阴性就可以回家 而此前的要求是14天 香港现在全市确诊病例总数为37,071例 相关死亡人数为259人 以前俄罗斯本周早些时候宣布撤军 但美国今天加大了俄罗斯 可能对乌克兰发动袭击的警告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可能正在发生假旗事件 一位美国外交官则警告 莫斯科的入侵迫在眉睫 什么叫做假旗事件呢 字面意思就是指通过使用其他组织的旗帜来误导公众 从而隐蔽他所进行的真正行动 也就是幌子的意思 一位俄罗斯官员回应 俄罗斯目前没有入侵乌克兰 也没有任何入侵的计划 但是克里姆林公在对拜登政府提出的 安全保障的正式回应中表示 拜登的这些提议并不令人满意 俄罗斯可能不得不诉诸于一些军事手段 拜登今天告诉记者 乌克兰入侵的可能性非常高 他说我们有理由相信 俄罗斯进行虚假行动 是为了有借口进入乌克兰 我们得到的每一个迹象都表明 他们准备进入乌克兰 攻击乌克兰 我的感觉是这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发生 他还说他目前没有要给普京打电话的计划 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文件显示 俄罗斯已经向联合国提交一份报告 称乌克兰军方对顿巴斯地区的居民 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 俄罗斯文件称 乌克兰顿巴斯地区 将俄裔的人口遭到种族灭绝 预计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将在今天就这一问题批评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天改变了他的旅行计划 在联合国安理会就这场危机发表讲话 他称这是俄罗斯发布虚假信息的一部分 这些虚假信息可能成为在乌克兰重新开战的借口 今天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 英国国防部长本华来世也说 我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俄罗斯会出现更多像这样的虚假信息 今天的早些时候 乌克兰表示 该国东部一个政府控制的城镇的一所幼儿园 被一枚炮弹击中 该城镇靠近政府与分离主义势力的交界线 莫斯科支持的分离主义和乌克兰政府军队 今天在许多地方违反了停火协议 包括使用炮弹 双方都指责是对方先开火 但是没有任何说法可以得到证实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格林菲尔德说 有证据表明 俄罗斯正朝着即将发生的入侵迈进 美国和北约表示 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 集结了多达15万军队 未可能的入侵做好了准备 并表示他们没有看到 俄罗斯本周早些时候宣布撤军的证据 俄罗斯目前仍然在邻国白俄罗斯 进行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该演习将于2月20日结束 同时他还在黑海进行海军演习 计划于本周末结束 今天俄罗斯还驱逐了 美国驻俄罗斯的副大使戈尔曼 华盛顿回应这一行动没有道理 因为该外交官持有三年的签证 而他在俄罗斯的停留时间 还没有到三年 美方认为这是一个升级步骤 将对戈尔曼被驱逐一事做出回应 美国注意到驻莫斯科的使馆人员 已经少于俄罗斯驻华盛顿使馆的人员 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 莫斯科和华盛顿在对方使馆的外交官人数上 一直争执不休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在俄罗斯 禁止其雇佣当地人为美国工作后 暂停了大部分的领事服务 而在11月 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说 50多名俄罗斯外交官及其家属将被迫 在2022年中期之前离开美国 俄罗斯最近几天发出的复杂信号 一边宣布撤退部分军队 一边继续在乌克兰周边进行军事集结 令全球股市和油价剧烈波动 今天的形势升级 抹去了股市过去两天的涨幅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1.3% 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6% 业内人士表示 投资者必须更多的关注实际所发生的事情 而不是各国所说的话 如果相信这场危机最终可以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 那么在市场进一步下跌的时候 将是一个买入的好机会 分析人士认为 在俄罗斯盟友中国主办冬奥会期间 俄罗斯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而冬奥会将于本周结束 昨天英国市场及其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达到每桶100.8美元 是2014年以来的首次破百 及其布伦特原油现货价格是全球最重要的原油价格 处于原油衍生品网络的中心 今天早盘 布伦特原油上涨后又下跌了2.5% 而美国天然气生产商正在成为能源价格飙升的最大受益者 现在正值冬季 用于家庭取暖和发电的燃料价格上涨 令法国德国等欧洲公用事业公司面临崩溃 并使得数十家英国能源供应商停业 这也导致消费者的账单大幅增加 给整个欧洲大陆的政府带来巨大麻烦 但是价格飙升 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商来说 却是一个福音 这些公司正在向饥渴的欧洲市场供应创纪录的燃料 美国正在以历史上的高价将天然气运往欧洲 赚取巨额利润 欧洲的天然气危机在秋季开始显现 12月美国每周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超过了卡塔尔 首次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 数据显示 1月份美国提供了运往欧洲的液化天然气的几乎一半 美国高管表示 这场危机还导致欧洲公司重新考虑 签署美国天然气的长期协议 许多公司曾经回避这一问题 因为美国的价格往往更高 如果长期交易达成 那么将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更多的资金 从而提高美国液化天然气的出口能力 乌克兰问题暴露了欧洲对俄罗斯燃料的依赖 欧洲认为天然气对减少煤炭依赖 以及减少碳排放至关重要 欧盟的最高能源官员 本月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液化天然气高管 欧盟已经与美国等国家谈过 在俄罗斯供应中断的情况下 确保替代供应的问题 欧盟高级代表伯雷尔上周 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后说 俄罗斯会利用能源供应 作为地缘政治的筹码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使能源的来源多样化 特别是天然气的流动 一些欧洲官员已经认识到 有必要建设能够循环利用液化天然气的设施 以便缓解未来的价格飙升 数据显示在12月17号至1月10号期间 总共有至少11艘 从美国驶往亚洲的液化天然气游轮 改变方向前往欧洲 其中6艘前往英国 其他则前往西班牙 波兰 法国和荷兰 此外还有3艘装有来自尼日利亚 和赤道几内亚的天然气船只 被转移到欧洲 前美国能源部长表示 美国的合同通常比其他大型天然气 生产商的合同更加的灵活 你可以很容易的把它们从亚洲转过来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美国的液化天然气 今天为欧洲提供了如此大的供应量 欧洲能源公司去年也录得了井喷式的利润 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的业务尤为突出 翘牌表示 2021年最后三个月的天然气利润增长了两倍多 面对乌克兰危机和能源危机 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伯雷尔表示 如果乌克兰边境局势升级 欧盟领导人已经一致同意 批准了一揽子制裁措施 他说我们准备了一个非常严厉的方案 如果需要 他将立即召集会议正式通过这些方案 他还补充说 能源将是这个方案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